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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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的世代也覺得很焦慮 為什麼很焦慮呢 因為當時老了 老了的時候 什麼把我們照顧 我們社會是不是有一個好的照樣體系來照顧 需要照顧的人 這是一個整個國家的長期照顧體系的建立 所以我們社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債務過重 我們的福利體系沒有完整 所以就造成我們的社會感覺到很不安 也感覺到在福利體系沒有完整的建立 福利的資源沒有公平分配的情況下 社會的焦慮不安跟不公平的感覺 其實是很重的 還有一個問題 這次日本的災難 讓我們很大的歧視 就是我們的國土的命令 我們的國土保育長久以來 因為我們的工業化的結果 我們的很多經濟性的開墾 這個山林的結果 我們的山林跟土地的破壞很嚴重 所以在過去幾次的 嚴重的災害裡面 我們化流 像八八歲災對臺灣造成的衝擊 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們的國土保育 我們是一個破碎的國土 我們不能把一個破碎的國土交給下臨 當下一次災難來臨的時候 我們要讓我們的下一個世代 怎麼去面對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們對這個負責的天然災害 我們不能做到消息 很多執政者覺得運氣不會那麼壞 不會到我們這裡來 但是當它來的時候 對於國家的災難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也要有一個很沉重的責任 對我們的國土 對我們的生態 對我們的環境的保固 要有一個完整 乾淨 而且美麗的臺灣 留給我們下一個世代 這也是我們一個很大的責任所在的 我們在這麼大的挑戰之下 對於一個準備承擔責任的政黨 民主政府黨 我們已經開始十年政綱的討論 就是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預測跟預期 10年來 20年來 臺灣會發生什麼事 臺灣要面對什麼樣的挑戰 我們要有一個整體性為臺灣做一個規劃 這就是我們的十年政綱的目的所在 我們現在的十年政綱已經初步成行 我們現在又重拾成立一個智庫 這個智庫就是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機構性的存在 讓很多黨員同志 同政同志 或是我們的自私者 或是社會大眾 大家都能夠聚集在一起 來討論這些議題 所以我們在計畫裡面 我們的智庫會跟很多社會的精英 來做第一步的討論 我們跟很多國外的智庫 也會進行交流 來討論這些公共政策的議題 我們最重要 也是在民主社會裡面 最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的智庫也會下降 跟我們的基層 來討論這些國家的公共政策議題 讓我們整個國家 一直到我們的基層 都能夠一起來討論 我們這個國家的未來 讓我們凝聚對這個國家 未來的一種目標 讓大家對未來有一個共同的責任 這是民主政黨應該要挑起的責任 我們要大家的報告 就是民主政黨正在做這些事情 也很期待大家 共同來參與我們的討論 來共同來支持 給我們大家鼓勵 另外一個就是 面對中國的問題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事件 要面對中國的崛起 不是只有臺灣面對中國崛起 我們整個地區的其他國家 全世界都要共同面對臺灣的崛起 如果我們思考 只有我們自己面對中國的話 我們找不出戰略的眾生 也沒找不出我們可以有的很多的可能性 尤其是我們是一個中國大臺灣小的情況 所以我們更應該在國際體系裡面 尤其是多邊體系裡面 來尋求跟中國的關係的建構 來尋求問題解決的方法 所以我一直以為我們要處理中國問題 不是一個從雙邊的角度來跨界的問題 我們應該以國際多邊的體系 跟著世界一起來面對中國 來處理中國的問題 我們在很多的經濟和貿易問題上 我們更應該在國際的體系裡面 來兼顧開放跟安全 臺灣跟中國的關係 我們應該由臺灣政統出發 以臺灣的價值為核心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立場 所以在跟中國交往 我們必須要堅守自己的立場 我們充分了解 我們有一個責任 就是我們要維持 我們跟中國關係的穩定 也要有責任維持 這個地區的和平穩定 不過這不是我們自己的責任而已 中國也有這個 在這個地區的周邊國家 大家都有共同的責任 所以不但我們要負擔起責任 我們也要跟其他國家一起負擔起 維持這個地區的和平穩定責任 我們跟中國不一樣的地方 像歷史的記憶也不一樣 信仰的價值也不一樣 政治的制度也不一樣 社會的認同也不一樣 這就是我前一陣子講的所謂的 和和不同就是 我們有一個和平 我們需要有一個和平的任務 但是我們也同時認知 我們跟中國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就有一個共同的責任 就是維持這個地方的 這個地區的穩定跟和平 這也是我們跟中國要共同負擔的責任 也是我們共同的利益所在 所以我也說過 在這個前提之下 在這個目標 我們跟中國在這個地方 要一起來維持 按這個地方的和平跟繁榮 這就是我說的和而求同 也真正的意義也所在 在座的各位都是長期 自立於台灣的民主的發展 也關心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我們也很勤勞 也很感謝長期以來 大家對台灣還有在這塊土地上生長的 我們的臺灣人民 我們也希望 在我們面對這個世界的變局 面對臺灣要面臨 這麼多的挑戰和時刻 我們大家都會做會 和大家緊密的在意識 我們可以常常看到各位 回到臺灣和我們討論 來一起共同來發展我們的願景 共同來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共同的責任 就是要留下一個美麗 完整乾淨的國家 給我們下一個時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